行為人林蘭 於國情日當天晚上8點19分左右 騎乘機車前來觀賞國慶面華 人與對照謝女騎乘重機車發生行車糾紛 那在這個過程中 林蘭出口辱罵謝女 其實不但是乘客乘女 情緒相當卸置低於 並從機車置物箱內取出機車的大鎖 迎方攻擊謝黨惡女 那適逢在場期間所警員李宗漢擔服入口國慶交通署的侵入 還及時做一個處置 那只是這個林蘭人情緒沒有平復 並依法施以管束於整個事件的糾紛 沒有造成其他民眾的圍觀或者是恐慌 並對行為人告知警方施以管束的相關權利